学校中的霸凌行为似乎是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作为霸凌的受害者或者曾经霸凌过他人的青少年 往往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经历 也不愿意寻求帮助来治愈创伤 但霸凌的影响可能会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 在10月27日由加州少数族裔媒体服务中心EMS举办的简报会上 民权专家、社区青年司法工作者和记者、作家探讨了校园霸凌的现状 谁是主要目标和施暴者 以及霸凌在多大程度上会在更广泛的社会中滋生仇恨文化 加州民权部战略倡议和对外事务副主任贝奇梦璐表示 关于校园霸凌所有的人都需要了解这一话题 有些形式的霸凌其实是一种仇恨的形式 有些形式的仇恨是犯罪 必须要注意识别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 加州明确要求学校给学生提供安全包容性的环境 不要让学生受到歧视 学生也有权利不因自己的种族而区别对待 也不受自己的文化民族国籍性取向和是否残疾而左右 学校要为学生的权益发声 并且要为对于年轻学生而言相关的其他权益和整个社区权益发声 防止学生受到身体和情感伤害 要调动加州资源 在暴力面前进一步采取行动防止悲剧发生 为所有学生保驾护好 他指出加州的目标是让人们知道自己若是霸凌的受害者可以采取什么措施 无论什么时候感觉自己或身边人受到了歧视 都可以提供文化法律方面的资源 纽约时报记者兼作家达史卡斯莱特指出 许多校园霸凌的试报者更多的是受到了网络世界中偏激言论的影响 数据显示 四分之三的15至25岁美国青少年曾在网络上阅读过偏激言论 其中近半数的内容是与种族相关 四分之一 12岁至18岁的学生在学校看过仇恨的文字或标志 在2018至19学年报告的130万名校园霸凌受害者中 近半数的原因是种族 达史卡斯莱特强调 学生其实并不了解到底什么是跨种族跨性别等 只是受到了社交媒体的言论的误导和引领 一些极端群体在处心积虑地针对年轻人创建极端主义内容 即便是在相对进步的社区也有可能滋生种族主义 社交媒体对于年轻人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 学校应该帮助学生辨别带有偏见的内容 圣巴巴拉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康尼亚历山大博爱蒂表示 数据显示非裔拉美裔依然受到最严重伤害 关注种族文化种族歧视并非单一事件 社区必须要加强联系 社区领导人必须要进行谈话 亚太裔青年崛起组织创始人兼执行董事 米娜费多尔表示 新冠疫情大流行加剧了对亚太裔社区的仇恨和歧视 亚太裔社区其实高度多样化 但仍会受到刻板印象和仇视心理的对待 其组织的使命是为亚太裔青年倡导权益 为他们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并且团结起来应对不平等和歧视问题 一个社区行动青少年健康协调员阿纳西桑托斯表示 现在很多时候霸凌来自于自己的社区 如拉美伊社区霸凌原住民社区居民 包括原住民部落内部也会有霸凌的现象 有时候也会因为肤色被霸凌 希望能够进一步和高中合作 来提供情感和社会支持 同时也需要重视学校的问题 很多年轻人无法交朋友 长期来讲就会演变成药物滥用等问题 强烈呼吁倡导族裔研究以增进彼此了解 产生共情 也对自己的身份有认同及骄傲感 不希望因为霸凌问题 使整个社区分崩离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